我也當過冒險者 但那不合我的胃口 痛苦太多 收穫太少 大家好我是小樂 3.19流暗道有多麼痛苦 相信大家在這兩個禮拜都可以體會的到 不論是國際服務第一個禮拜的各種光速改版 還是台服的神奇物價 都讓人感到非常的荒唐 在這部影片我不會特別去講3.19改的怎麼樣 因為已經有很多影片跟文章都在講了 術笛池、吊寶、花園、傳奇、通貨機率、聯盟掉落 奇葩的神聖石改動還有各種平衡 至少我們還有PX 今天主要是想要分享一下 我在國際服前幾天被折磨到沒有動力之後 意外之下開啟了第三支旅 作為一個POE老玩家 從2014年開服雖然不是每個賽季都從第一天玩到最後一天 但陸陸續續也玩了8年 過去在我的心中他一直是我最喜歡的ARPG 甚至出社會之後我每一季都會請兩天特休 只為了跟朋友 參與這個開服的盛會 原本在我腦中 暗黑破壞神3只是一個過時老遊戲 甚至我曾經說過 光看畫面我就不想碰了 頂多第一支位去摸一下 但自從3.1多版本之後 發現玩家可以選擇的東西好像越來越少了 假設今天有ABC三個技能 A技能可能因為沒有平衡過 所以玩起來它的體感是100分 而BC的體感是80分 還算過得去 GG於是決定在下一季把A技能砍到50分 也就是沒有人會想玩的程度 所以玩家們自然而然的會去玩BC技能 結果GG這個時候又說 BC這個技能 這麼多人玩 一定是太強了 砍 這下好啦 ABC技能都從原本的80分以上 變成50分沒有人要玩的技能 那我們接下來就只能去尋找80分以下的 DE或是F 等到有一天所有技能都被砍到60分 幾個線以下之後 GG又會因為社群的爆炸 然後又稍微把技能好心的幫你上調到6-70分 這就是我說的 隨著把他們更新 怎麼會玩家的選擇反而越來越少呢 這時候有一束光照進了我的生活 把這些困擾我好幾季的陰暗全部驅散 那就是暗黑破壞神3 我必須先說我是完完全全的白紙 從來沒有接觸過暗黑破壞神任何一款作品 但是在S27加入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剛剛提到POE所有令人不爽的地方全部都改善了 先打個預防針 以下我說的都是S27的賽季的體驗 我也曾經聽說過去 D3有很多痛苦或者是不方便 但這部影片中都是以S27來去做比較的 第一點 因為現在的D3沒有拍賣場 所以根本不用去管你今天打到的東西貴不貴 或者是你買不買得起留派的裝備 你要做的就只是農而已 而不是提心吊膽每天下班後 倉庫裡面的通貨是不是又縮水了 甚至在D3裡解決了GG一直想要解決的問題 那就是地上的每一件裝備 都讓你會想要撿 而不是被過濾掉的廢裝 在D3裡面各式稀有度的裝備 都可以拆成素材 讓你去做更多用途 而傳奇裝也能透過刷到更好的品質 來讓你不會去掠過現在已經有的裝備 但是在POE沒有任何人會想撿 除了記憶體配方以外的垃圾 白藍金裝 或者是低價傳奇裝 GG每一次在Patch Note 都會提到想要讓怪物的掉落更有用 但結果我們只看到怪物掉的東西給玩家的期待越來越少 那D3這不是一個很棒的方式嗎 第二點 玩家喜歡的東西的留存率 雖然一代版本一代神這個說詞依然在D3適用 但他不會因為某一個東西好用而去砍他 像是華界 大家都用了不少年吧 我在過去有玩的玩家口中聽到 D3他會加強其他東西讓你想去玩 而不是像GGG 想像一下 華界給玩家太容易湊套裝效果 所以我們決定平衡華界 哇 是不是聽到都有點PTSD發作了 幸好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這個地方 甚至我希望D4也可以延續下去 第三點 流派成型速度 雖然在賽季的一開始 還是要經歷拓荒階段 但D3可以跳過劇情模式 開始刷秘境刷選手 完全省略POE當你想練新流派的時候的痛苦 在POE我們不僅要花時間湊裝 還要花時間拓章節 大部分的玩家都沒有練過速通 從來一次就是5個小時以上 而D3可以直接讓朋友帶 瞬間就會滿等 可以開始湊裝備 我認為非常快樂 4 濃冠的門檻 D3裡面沒有各式各樣複雜的門票 不用為了某個收益 或者是某件物品 而去準備大量的潛質作業 尤其是對我這樣的上班族來說 每天下班回家 只要很簡單的點開密鏡開刷就好了 我甚至連地圖詞綴都不用洗 而且這邊的關了還可以一直按 第五點 組隊系統 大部分玩家如果不是要組團隊刷寶 根本不太會有人特別組隊刷圖 一來是因為大家流派刷圖的速度不盡相同 而是因為大量聯盟的存在 所以玩家們會透過魚兔天賦 或者是六分儀等等去篩選我們想打的內容 那就更不可能達到大家會習想刷圖的想法了 當然在這個部分 我不會說POE或D3哪一個更好 只能說是見仁見智 因為特定刷圖範圍 領取獎勵 對許多玩家來說是一種策略運 也是一種遊戲方式 只是我更喜歡下班後無腦的刷圖 好啦 以上說了這麼多 可能都是因為我跟D3還在甜蜜期 也許過了一陣子 我就會因為想要玩的都玩玩就推了坑了 這是一款買斷製遊戲 也因此它的更新不會像POE那樣大量複雜 不過在我近期的體驗過後 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跟大家說 這個幾百塊來買一個D3玩 是絕對值得的 即使你玩不到一個月 我覺得它帶給我的快樂已經超越近期POE的賽季 POE3.19我一樣有請特休在家裡面玩 但我真的沒有想到我一個禮拜後已經在玩D3了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梗圖 儘管繼續說它們掉落改得很好了 但我們心早已在別處 現在我的閒暇時間已經被民運方舟跟D3佔據了 那也許我們下一季再見吧 我是小熱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